社會消息來看 西門町發生了隨機攻擊案 這群學生到西門町去取景拍片 不過當時呢 卻一名男子因為情緒失控 拿玻璃碎片打傷了學生的頭部 讓他們受到很大的驚嚇 警方後續通知男子道案說明 發現他其實早就是地方的頭痛人物 畫面中男子來到彩券行門口 突然情緒失控大吼大叫 警方獲報之後趕到現場 而這名男子還一度攻擊員警 原來他是要來找姐姐要錢 最後被警方壓制 以妨害公務現行犯送辦 而這一次又有學生在上網PO文 說自己的頭部手部受傷 也是被同一名男子打傷 而事發地點就在這一條暗像 當時學生在這邊拍電影 而男子就在附近徘徊 卻突然情緒失控 持碎玻璃攻擊學生 根據警方調查 這一名嫌犯過去曾經在西門町做生意 後來因為情緒不穩 常常在街上惹事 讓店家住戶都很頭痛 這次又有學生受傷 讓轄區警方更加重視 就怕有類似狀況又在發生 華視新聞 劉俊張兆元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